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黃醫師對吳亦凡的媽媽 有什麼看法呢 其實我覺得很艱難 就是說我有想設想一下 如果我是他的立場 該怎麼辦 你兒子闖這個禍 對 因為我們就是都是單親媽媽 然後真的一方面要做事業 可是做事業的時候 其實真的沒有 不太可能有那麼多時間 去管小孩 所以我相信他其實 可能也沒有那麼多時間 去了解說吳亦凡的需要是什麼 吳亦凡有哪一些是 快要走偏的要去把他導正 所以身為父母的責任 其實不是只有公以財富 或是支持 也有看到就走偏的時候 要導正的責任 可是因為如果你都沒看他 你怎麼知道他走偏呢 那但是這邊有另外一個想法 就是說如果吳亦凡為什麼會驕傲 為什麼會驕傲到說 覺得自己有五千萬粉絲 就可以去吃女粉絲的 免錢的豆腐 可以可以驕傲到這樣 難道他媽媽不會是驕傲的人嗎 所以我就看到說這邊 如果說他真的是一個頂流的明星 其實吳亦凡的媽媽打電話問一下 成龍看怎麼處理 可能也都會比他自己現在 聽說有求救過 就是說 聽說有求救過他 但是他沒有 成龍沒有理會他 對就是說為什麼房主民 可以順利的脫身 而這個吳亦凡沒有 我覺得可能也跟他 食運不好有關係啦 就是他媽媽雖然很努力 可是現在就是天災人禍 那中國政府已經因為這個新冠狀病毒 還有這個鄭州水災 就是已經焦頭爛額 如果人禍都還不能處理的話 那其實群眾 也許你沒辦法聽到聲音 但是內心的不滿 我們的好好的女兒 被人家這樣欺負成這樣 這個社會沒有辦法 有公道主持的時候 那種人心的反抗 我覺得是政府也會很害怕的 劉醫師 他說有一個人 吳亦凡他那邊也不滿 剛才那邊也不滿 突然冒出來 兩邊卡油了 但是我個人其實會高度懷疑 是不是都跟律師做這個 沒有啦 應該不是律師做這個 律師做這個 他自己的那個 民節跟執照就沒有 對 但是我覺得 應該有一個葬人是會 跟他們兩個真的有一些關係 否則第一個 你怎麼拿得到 都美族的聯絡方式 你怎麼又能夠拿到 這個吳媽媽的聯絡方式 這個其實我覺得難度都很高 然後我自己是覺得說 像這個吳媽媽 其實我們台灣有一個 很有名的藝人 可是他是完全相反 就是周杰倫 他是不是也是 如果大家都知道 他媽媽叫葉惠美 他曾經出一個專輯 就是他媽媽的名字 那他也寫過一首歌 叫聽媽媽的話 一樣的可能擔心 可是媽媽的教育 對子女的影響非常重要 那我是會覺得說 這個吳亦凡他媽媽 可能有點上梁不振下梁歪 像剛剛那個志偉有提到說 他光要讓吳亦凡上節目 自己就要叫製作單位 跟他買個六百萬 所以這樣子的教育之下 可能對他的小孩子 也都是一種負面的教材 他們可能對於說 到底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我相信孩子不可能不犯錯 可是當犯錯以後 媽媽的態度是什麼 你會不會懲罰你的孩子 還是你只是一昧地去包容你的孩子 或甚至是說 其實都我孩子沒有錯 都是那些女粉絲的錯 誰叫你長得那麼漂亮 讓我想要強姦你 類似這樣子 那這種狀況 當然就會讓這個小孩 最後就無可復加 所以雖然單親是一回事 可是我覺得媽媽本身 在教育上面 跟自己自身的這個身教上面 我覺得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然後你會影響到小孩子 非常多的地方 像包括我們自己 教育孩子也是一樣 小孩子一定多少都會犯錯 只是你怎麼樣去讓他知道錯 然後還有就是 你得狠心地強迫他去改 雖然你知道 可能會讓小孩子很痛苦 或者是你會某個程度 為了懲罰他 讓他也受傷了 可是你不得不做這些事 否則他就會覺得說 原來都有一個 會幫我擦屁股的媽媽 那我想犯錯的時候 就會忍不住犯錯 雖然我知道媽媽會罵我 可是那又怎麼樣 而且不是所有的單親的小孩 才會犯錯 雙親家庭的小孩 犯錯也很多 所以這是剛剛劉律師說得很好 就是說你上樑不正下樑歪 可能他有很多行為 孩子出來是出生是一張白紙 即使你雙親也好 單親也好 但是直接影響你的父母親 就是你仿銷的對象 那老闆老闆都在孩子外國戚 帶一堆對不對 單親交出很優秀的小孩也很多 黃醫師姻媽媽單親 我也單親 對啊 教我一個醫生一個律師 你的孩子都這麼優秀 我孩子是不說優秀 但是就是健全 對 媽媽那麼嚴對不對 看到就害怕 也還好啦 就是我不需要打小孩 但是我失個眼神 孩子就很清楚 其實到今天 孩子就很清楚 其實我自己都很清楚 不要講孩子 郭大哥 我跟你講 就是那個就是說 北京的這個 就是調查的 應該是公安 他們在我剛查了一下資料 就是有公佈了 那個詐騙的過程 所以其實我們剛剛不是有講到 那個封口費嗎 其實也是詐騙的過程 就是說有一個男的 他冒充是一樣被害者 去接近都美族 然後跟都美族要了一些 整個被騙的過程 或是怎麼樣被親親的過程 因為他用這樣的方式 來取得他的信任 然後他去雙頭騙 所以我們剛剛不是有講到 一個吳亦凡的帳號嗎 那個是這個詐騙的人 去設的帳號 他其實是去跟這個 吳亦凡的媽媽 是匯給這個詐騙的人 然後這個詐騙是真的有匯 這個詐騙的人 因為他是跟他勒索三百萬 我一開始講說 不曉得多少錢 現在有一個最新的消息 就是說三百萬人民幣 那是兩千多萬的臺幣 所以說 三百萬人民幣加一千多萬 一千多萬 那反正他就只付了五十萬 他先付五十萬而已 還差兩百五十萬 所以他把這五十萬拿去 匯給了都美族 然後而且是用吳亦凡的名字 那個為什麼他用英文的 可能帳號要這樣子 他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他回頭要再去要兩百五十萬 所以total是三百萬 所以他媽媽才覺得 我已經給你錢 你為什麼還要再來要呢 所以對都美族來講 他真的以為這個錢是吳亦凡給他的 可是他退回去 他不收 所以這整個詐騙過程是這樣 那當然就是說 因為這個案子 就是他其實已經燒很久了 但是就沒有停下來的感覺 我記得彭佳佳事件 也是到最後很多人跑進來分 是就是說 對啊 就是有一些 有的都要來要錢 而且還分不少 那這個事情 其實你看從七月中旬到現在 已經都快一個月了 他每天都有消息跟新聞 那當然我覺得 獵 獵擊一人 現在變成人人喊打 像過街老鼠 那當然就是說 你要去探討他的心理狀態 為什麼會這樣 這種新聞沒有人要關注 那媽媽 我們剛剛那個把他剪掉 不是 不是 我是說在中國 在中國 就是 就是像我們剛剛H講的 你去探討這個已經 他都被抓進去了 所以他的媽媽跟他的經濟公司 其實這時候他已經被抓進去了 他們要講什麼 他可能也很難講什麼 是 所以就是只能任由人家說 這個說 剛剛你那個照片 就是小G那就是那個人嗎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 那是另外 那是另外一個